中国人气男子组合JYJ成员金载中 入伍复兵役已经三个月 他明年12月才退役 一众粉丝都感叹觉得时间好难过 幸好金载中偶尔有新照片流出 遗解粉丝们的思念偶像之苦 最新一张照片是一般跟他合作过韩剧Spy的剧组 专程探望完金载中而流出的 金载中看来精神不错 已经适应当兵的生活的他 穿上一件简单白色T恤也能散发出欣慰 不过隔着衣服居然明显看到他凸点 真是令人看得好害羞啊 相信金载中如果能继续保持这个状态 退役时应该不会流失太多粉丝吧 三护视频娱乐播报香港报道 众粉丝都感叹觉得时间好难过 幸好金载中偶尔有新照片流出 遗解粉丝们的思绪也能散发出欣慰 不过隔着衣服居然明显看到他凸点 正是令人看得好凸而流出的 金载中看来精神不错 已经适应当兵的生活的他 穿上一件简单白色T恤 中国人气男子组合JYJ成员金载中 入伍服兵役已经三个月 他明年12月才退役 一轮面偶像之苦 最新一张照片 是一般跟他合作过韩剧Spy的剧组 专程探望完新赛